国务务卿布林肯呼吁美国方面要邀请总统蔡英文出席11月份的APEC领袖会议 外交部长吴钊谢金妮表示 台湾参加APEC有长远做法 参与多年而且方式活跃 有关这一次参与领袖会议的方式 会跟其他国家讨论之后做最好的安排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跟COVID-19疫情分类有望降级 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炳成金妮表示 卫福部跟疾病管支署正在做相关的盘点跟规划 近期将会向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之后 也会对外说明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监测肠病毒保健及门准就医的人次 而分析近三周呈现攀升趋势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落实勤洗手 生病不上班不上课来防范肠病毒 受封面影响中部地区因为强降雨造成多出的淹水 台中市大甲区沙路区龙井区南屯还有西屯都传出有淹水的情况 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昨天晚上三级开设 而今天上午升级为二级开设 同时召开工作会议 各局还有灾害的防救办公室 而在后面也特别指示要来紧急进驻 随着雨势减缓 各地积水也逐渐消退 封面带来雷雨 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今天表示 石门水库的水位持续缓慢上升 预计这一波的降雨对于水情有帮助 有明显的效果 石门水库蓄水率应该可以回升到40%以上 也可以稳定供水到6月底 伊朗扶植的夜门反政府组织